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來 我們來看這一題吧 指考的複習部分 那這個題目算是平面向量 那平面向量的話 就是數甲跟數語它都有的部分 我們來看這一題 它說在坐標平面上面 有一個邊長為2的正六邊形 我這邊就不再秀我的畫圖 你要看我怎麼畫圖的話 你可以去看我其他影片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已經知道原點A點這個加10 對不對 那Q點叫做-31歐為原點 現在下列何者為最大值最小值 這題我兩個都講 那首先你看內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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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你就把坐標全部假設出來 反正內積你會算嘛 對不對 有坐標情況下內積你不會嗎 你當然會 這邊我就不再贅述 因為我不要交這種奇怪的東西 這種奇怪的東西你自己算就好了 好不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 能不能夠快速的把它弄懂 因為我們在考這種東西的時候 絕對不是教你這樣 只考考這種東西不在算 而在考你觀念 首先你到底知不知道 什麼叫做A.B 什麼叫做A.B 兩個向量內積 叫做長度乘上 長度乘上 cosθ 常常cos嘛 對不對 來所以你看喔 如果譬如說我這樣畫 這個向量叫做A向量 來這邊這一個向量 這個叫做B向量 如果它們的向量夾角叫做θ 此時兩個向量的夾角 叫θ 內積長度乘上 長度乘上cosθ 那它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它的幾何意義代表什麼 一樣這是代數意義 就是長長cos嘛 幾何意義是這樣子 來你看喔 A向量的長度乘上cosθ 這兩個先開始 A向量的長度乘上cosθ 來所以這邊往下做投影 看到cos它本身就是一個投影的概念 所以在這一個直角三角形當中 固定這個角 你還記得嗎 這個方向叫做cos嘛 所以這一段長度 是不是就等於A向量的長度 乘上cosθ 老師哪一段 這一段黃黃的 這一段黃黃的 OK 老師那B向量的長度呢 嘿 B向量的長度 你看我紅色的話 是不是這一段 所以到底什麼叫做 向量內積的幾何意義 它講的就是 A向量投影在B向量上的長度 再乘上B自己本身的長度 對不起再講一次 A向量的長度 投影在B向量上的長度 A在B上的投影長 乘上B自己本身的長度 我再講一次 A在B上的投影長 乘上B自己本身的長度 我講三次了 要會了 老師那這個選項有什麼特別 你會發現這個選項全部都一個相同地方 什麼相同地方 就是OQ 全部都是OQ 全部都是OQ 那我示範一個給你看好不好 我示範OA OB OCO 我示範OA OE好不好 OA OE OA向量是哪一個 來我們今天要用多一點顏色 OA向量是不是這一個 對不對 對不對 來 那OQ.OE 來看好了 我把OE往下做垂直 往下做垂直 這個是不是OE OE在OQ上的投影長 再乘上OQ本身的長度 對不對 OE在OQ上的投影長 乘上OQ本身的長度 反正OQ本身的長度 都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要比較的是 OE O株 OC OB OA向量 在OQ上的投影長度 再講一次 他.他 他就是OQ的長度 乘上OA在OQ的投影長 OQ.OB 代表OQ本身長度 再乘上OP在OQ上投影長 OQ.OC 代表OQ本身長度 乘上OC在OQ上投影長 所以從頭到尾都講完 他在問什麼問題 他在問的是投影長度 誰的投影長度比較長 哇 要問投影長度 那就簡單啦 那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一直不斷的延伸下去 我們延伸 當然那個實際上考題 會比我還標準 那我們就暫時先來這邊 簡單算一下 你看喔 OA在OQ上投影長 是不是這一段 但是你要記住喔 來 你看喔 這邊 這個夾角是大於90度 所以這個OA這個長度一定是負的 這個長度一定是負的 這個投影長度應該是負的 OK 這個投影長度應該是負的 這樣講 投影長度是負的有點怪怪的 其實應該用物理來講 沒關係我們這邊先一下子剪短 來那OQ.OB在哪裡 OQ.OB OB在他上面的投影長 哪一段 可以算這一段 可是這樣子算出來也是負的 那OC呢 OC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OC在他上面的投影長 你會發現這一段 那我再看一下我還有什麼可以用 來OQ呢 OQ是不是這裡 OQ在他上面的投影長 是不是這一段 所以你會發現 從頭到尾只有一個是正的 哪一個 這個OE在上面投影長 這個是正的 所以誰一定最大 誰一定最大 這個一定是最大值 這個一定是最大值 那誰最小 你就看誰負的比較多嘛 負的是不是這一個 所以答案是OC最小值 實際上這個東西你靠做圖就可以 你不是每 你當然你有本事 你每一個座標都假設出來 這個我沒有意見 可以喔 這個我是用比較簡單的講法 因為實際上真的要講用像 用物理的那個做工來講會比較快 會比較更清楚 我這邊大概簡單給各位解釋一下 OK 來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這一題你會了嗎 來 沒有問題的話 麻煩你 記得按讚 分享 OK 拜拜 拜拜